关心财经议题接着是由DSG财税法事务所赞助播出的财经报你知 全球网购龙头亚马逊外传最快可以在2019年推出代号赵神星的家用机器人 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冲表示最快将会在6月份启动每日两国的双边贸易谈判 另外知名新兴市场投资组合基金统计全球股票型基金4月份净流入超过38亿美元 而且是连续第9周出现资金净流入 而知名市调机构宣布中国小米手机印度市场的占有率从原本的13%已经冲到31% 一举超越南韩的三星手机